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制于敌会吃亏呢 应该说广道网友担心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客观真实问题 确实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最近美国驱动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通过卫星照片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军用机场的建设速度惊人 特别是去年以来 新疆和西藏新建或大幅扩建的军事设施的数量极尊 先声明 这篇文章是美国人故意公开发表的 印度人也能看到 我们当然要更要掌握情况了 因此 我今天做这期节目 不存在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 别人早知道了 我们更应该知道 这篇文章说 中方的这些建设 包括加固飞机掩体 建设地面和地下设施 延长跑道和停机坪 增加防空阵地和后勤设施等等 不但能够支持大型固定翼飞机的长期部署 还能够支持直升机和无人机的行动 文章说 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令人叹为观止 文章还详细的分析了具体机场的微信照片 第一个是新疆和田机场 说这个机场已经修建了第二条跑道 建立了一个新的支持和维护区 包括几个新的机库 这些机库还承载着无人机的作业 卫星照片还显示在新袍的附近 还修建了一条地下塞道 可能也很大的一个地下设施在里面 和田空军基地位于中印边境西段 中国一侧 是对应空中行动的主要基地之一 第二个 诗前河的阿里昆萨机场 说这个机场正在建造至少12个加固的飞机掩体 包括新的维护和支持区 空军基地内也在积极部署地对空导弹 顺便说一句 我们的昆萨机场离中印边境下180公里 离印度首都新德里475公里 中方战斗机从昆萨机场起飞的话 30分钟就可以出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上空 因此印军对我们的昆萨机场是十分顾忌的 第三个是拉萨机场 正在建设24个加固的飞机掩体 其中有两个掩体的位置和其他的掩体 有一定的距离 外面猜测这是随时待命起飞的飞机专用掩体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直升机集结区 也在建设之中 这个空军基地引蓝的山区里面 微信照片还显示有几个地下设施 正在建设之中 能够大幅的提高地面飞机的生存力 拉萨空军基地靠近西津和藏兰地区 能够直接支援曾经在2017年发生过 中印对峙的亚东县的洞朗地区 第四个新疆卡什空军基地 这个基地是正在建造更加坚固的飞机掩体和 维修支援区 还在扩建停机坪 这些停机坪通常是轰溜轰炸机的停放地 另外还有一个似乎是支持无人机行动的 临时飞机掩体 基地里面还有一个防空网外媒推测 是红旗9地对空导弹系统 接下来的一个是西藏昌都的邦达机场 这座机场原来只有一条海拔高的 5400米的跑道 现在在海拔大概4400米的地方 修建的第二条跑道 第一条跑道正在修整 有可能扩建 机场旁边的山区正在修建地下设施 除了这些原有的机场正在扩建以外 西藏和新疆地区还在修建几个新机场 包括塔什库尔干和当雄这些地方 我在之前的节目早就分析过 印度的挑衅将迫使中方下决心 彻底解决中印边境的战场建设问题 那么这一波机场的扩建和新建 将保证一旦中印边境有事 我国空军在中印方向有足够的力量 夺取和保持边境地区的制空权 这个态势一旦形成 印军在整个边境地区的路上兵力的优势 将荡然无存 好 这句话就做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